我们一般工作有两种模式 正常工作都是这种模式的 这种模式就是说进去以后 它这种模式就是说不需要人工操作的 它全部是你看 我们的结构你这样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个我们工作的工作方式 能水从这里进来 工作原理 对 全部都在上面 然后水箱温度这里都有显示 你看 水箱的温度 然后太阳能 极乐板上面的 那个太阳能极乐板上面的温度 这里也有显示 现在是41.8度 是吧 这个热水箱里面现在是36.7度 这恒温水箱里面现在是35.4度 现在没用吗 因为现在没工作 不是 现在还没工作 现在我因为 因为我刚才上午跟它关掉了 没工作 它工作的话可以 我们你想 就说我们一般设置到60度 可以达到60度 我们设置多少就说多少 一般这个最高可以调温度多少 这个不是 这个不能调的 这个是高温探头 它是太阳能上面测那个极乐板上面的温度的 然后我们可以调水箱的温度 调水箱的温度 调这个恒温水箱的温度 我们可以控制到那个水 多少度 因为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了 太高了太多人是吧 肯定不行是吧 太低的话 那个用户用水不热是吧 我们这个都是都是 它工作是这样是冷水 你看从这里进来的 然后通过屋顶 太阳晒嘛 晒完以后它就回到那个 它不停地循环嘛 这里有个泵往上抽的嘛 不停地循环 然后从这里回到那个热水箱 热水箱它达到我们设定值的时候 它就会从这里 从这里到那个恒温水箱 然后恒温水箱就通到那个楼下 然后当它就是说 它的温度达不到的时候 就太阳没太阳的情况下 它那个它就这个泵它会启动 它自己启动 然后就走那个热泵走 往这泵走 走热泵 通过热泵跟它加热 这三台热泵跟它加热 三台热泵加热以后呢 就是再回到这个恒温水箱 这样就是说保持 它都是自动工作的 全部是不用你自己操作的